重磅官宣 中国篮团教父正式出山 挂帅CBA球队 他曾执教过巴基斯坦国家队 大家好,我是三封说球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CBA 北京时间10月24日 天津荣刚先行者篮球俱乐部 官宣了一条重磅消息 宣布凯撒教练 近日起不再担任球队主教练 主教练一直将由原助理教练张德贵接任 张德贵教练将带领球队 完成接下来CBA胜下的比赛 说起这名凯撒教练 熟悉CBA联赛的球迷 应该都不是很陌生 这位来自塞尔维亚的教练 从2013年开始 就在CBA开始了执教生涯 他是塞尔维亚国家队的功勋教练 也曾经在俄罗斯、希腊、乌克兰 等多个欧洲国家留下了自己的执教印记 可以说凯撒作为教练 他过往的成绩是可圈可点的 即使是在CBA联赛这么多年 也是屡创加进 他曾经被山东拿来的球迷 称为球队的功勋教练 因为凯撒曾经带领山东队 打进过CBA季后赛的四强 他的执教能力可见一般 两个赛季后凯撒选择离开了山东队 然后再与福建队签约 在福建执教时间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凯撒的执教还是得到了肯定 单纯从执教能力和对篮球的理解来说 凯撒算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好教练 而这次在天津只打了四场比赛就下课 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意外 虽然说对一个球队来说成绩很重要 本赛季已经进行完的四场比赛 天津队赛季不佳 这是事实 但是天津队整体水平就在那里摆着 如果把输球的锅给凯撒一个人来背 也有失功允 这不禁让人想起上个赛季的天津队主教练刘铁 虽然上个赛季天津的名次依然不佳 但是那也是天津队的真实水准 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天津队也有过欲强则强的高光时刻 所以刘铁被解雇解约的时候球迷是不那么理解的 现在凯撒教练仅仅打了四场比赛就被匆匆下课 好像可以看出一点天津队高层的想法了 为成绩乱英雄 那么再来看看火线接任的张德贵教练 已经年过花甲了 年轻的时候张德贵教练曾经是中国蓝蓝的一员 曾经代表中国夺得过亚运会冠军 退役后选择执教工作 曾经担任过巴基斯坦国家队的主教练 北京首钢篮球队的助理教练 国家队助理教练 山西蓝蓝主教练 福建蓝蓝主教练 可以说这位张德贵教练在中国蓝团也是资格比较老的 是教父级别的教练 这次凯撒突然下课作为天津队助理教练的张德贵 接任主教练的位置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且这不是张德贵第一次救火了 2018年的时候在北京北控 就曾经以助教身份临时接任主教练的位置 当然这位老人家的执教能力不用怀疑 经验老道 还有脾气火爆 张德贵教练在CBA有两把火 一把是专门救火 一把是赛场上喷火 那年精神得比 张德贵教练和对方教练场上互喷互骂 口吐芬芳 可是当年CBA的热门话题 现在凯撒教练下课 张德贵教练再次救火 其实还是为这位老人捏着一把汗 天津队的成绩欠佳 其实是天津队的整体实力自然体现 并不是教练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事情 但是俱乐部高层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似乎对球队有着太多的期待 只能祝福这位教父级别的好教练张德贵 愿张德贵有起死回生的妙药 能让天津队逆天翻盘 好 今天咱就先聊到这里 喜欢三封的给三封点阅关注 也欢迎球迷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互相交流学习 谢谢大家 再见